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会有一些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容错 枷锁 同步 这样的一些需求 枷锁很基本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任务队列里去取任务 大家都要从同一个任务队列里去取任务 这样就要对这个任务队列进行枷锁 ZooKeeper就是为这个分布式应用程序 提供这种高性能的协调服务的一个开源工具 它是Google的这个Chubby的一个开源的实现 Chubby是这个Google设计的一个 能够提供粗力度的锁服务的一个文件系统 它存储的大量的小的文件 每一个文件代表一个锁 这是Google的Chubby 所以它是从这个来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ZooKeeper它本身 它也就是一个文件系统 能够存储大量小文件的这么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它提供的是一套文件系统的API 操作很小的这个数据节点 ZooKeeper里面这个文件系统的这个小的节点 成为Znodes 每一个Znodes的大小 数据的大小最多是一兆 也就是很多的小文件组成的一个文件系统 但是这里又不好说 把它把这个ZooKeeper 成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因为它这个文件系统是 在这个ZooKeeper集群里 每一个节点上 都保存这样的一套数据文件 文件系统里的这些小文件 是同样的一套东西 存在不同的这个节点上的 不像HDFS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是由很多个节点 来一起完成大的数据量的一个存储 ZooKeeper里面 它包含一个简单的原语集 分布式用程序可以基于这些原语集 来实现同步服务 配置 维护 以及命名服务等等 ZooKeeper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在Hadoop里面 我们可以用ZooKeeper 来保证这个整个集群里面 有一个NameNode 在HBase里面 ZooKeeper的这个事件处理 来保证整个集群里面 只有一个HBase的这个Master节点 ZooKeeper的这个数据模型 我们看一下 它本身就是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它的数据模型 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化的 一个目录结构 和常规的这个文件系统是一样的 最上面是根节点 如果大家熟悉Linux的这个文件系统的话 大家知道 根节点是这么一个斜杠 然后再往下一层一层 Linux我们知道 有句话叫Linux下一切结文件 就是说这个目录 也是一个文件 也给它看成一个文件 ZooKeeper里面这个文件系统里 每一个节点 都统一都成为一个Znode 看成是一个小的文件 不管它是一个中间的节点 还是底层的一个叶子节点 都给它成为一个Znode 每个Znode在这个文件系统里 它的路径 那就和其他文件系统一样 从这个根出发 一步一步往下走 一层一层往下走 Linuxkeeper里面 有两种这个Znode的节点的类型 一类是永久节点 就是创建这个节点以后 在这个文件系统里 它就一直存在 还有一类是临时节点 那临时节点呢 就是客户端连接上来以后 创建Znode的节点以后 临时节点创建以后 那客户端断开这个连接 这个临时节点就删除掉了 就自动的删除掉了 所以临时节点呢 它不能有下面的这个字节点 那Znode它的每一个节点呢 都可以带有数据 可以选择下面有字节点 另外一点就是Znode呢 不能被重命名 就是这里的这个文件系统里的 每一个文件 它如果被创建了 这个名字就不能再改了 你可以把它删除了 再重新创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 可以给这些Znode增加 或者删除一些watcher 也观察着 Znode可以被监控 监控什么呢 就监控这个目录节点中的 这个数据的修改 或者子节点的这个变化 这些都可以监控 一旦发生变化 就可以通知 设置监控的这个客户端 这个功能是ZuKipper 对应用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通过这个特性呢 就可以实现 前面我们所说的这种 配置的集中管理 集群管理 分布施锁这些事情 另外每一个Znode 在创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访问控制的列表 ACL 用于决定谁可以对它 执行哪种操作 那和其他文件系统一样 我们知道其他文件系统里 这个文件对某个用户群 某个用户 可读可写可执行这些权限 ZuKipper里面这个Znode 也是有这个表里面的这些权限 可以对用户 对客户端进行这个权限的设置 ZuKipper里面这个身份认证 这个身份验证的模式 有三种 一个就是 根据这个用户名密码 这种方式进行验证 一个是通过这个客户端的 主机名来识别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 客户端的这个IP 来识别 来赋予它相应的权限 一个ZuKipper集群 就是说 它主要包含 就是多个这个server 它的结构 大概就是这个图里的这个样子 就是ZuKipper集群 由一组server节点组成 然后这一组server节点里面 会存在一个leader节点 就是我们这里标红的 这个很特殊的一个leader节点 那其他节点都是follow 就是跟随着节点 那客户端 连接到这个ZuKipper集群 执行写操 写请求的时候 那这些请求 会发送到这个leader节点 然后由leader节点 把数据更新同步到 集群中的其他follow节点上 那ZuKipper使用了一种 自定义的这个原子消息的协议 保证了整个系统中 那个节点数据状态的这个一致性 另外就是这个leader节点呢 它是在ZuKipper集群 启动的时候 有整个这些server 就是投票选举出来的 相当于是票数过半 那这个节点就设为leader节点 然后ZuKipper我们知道 它本身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文件系统 往外提供一个文件系统的这个读写 那这个访问顺序是严格控制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ZuKipper集群的这个文件系统的读写 那首先客户端 连接到一个ZuKipper集群上的某一个节点上 可以是连接到这个follower上 也可以是连接到leader上 那就会形成一个绘画 然后读写过程呢 都是保证原子性的 就是数据 要么整个都写成功 要么就是写失败 不会说有一半写成功了 有一半没有写成功 这种状况发生 那我们看读数据很简单 那客户端连接到一个server上 然后去读这个数据的话 像这里读这个x 那返回的就是这个server上 本地保存的这个数据的值 就直接返回了 那写数据呢 和读数据不一样 那ZuKipper集群上 去写这个值 是通过leader 然后把这个值写到 其他的这个server上 也就是说 像这里 客户端连接到 上面这个follower上 我们要写这个节点 x是一个Znode 这么一个节点 把它的值 把它的数据值 写成11 那这个值呢 首先是交给这个leader 把这个leader里的这个x值 更新成11 然后再由leader去更新 其他的这些follower的 相对应的值 而写ZuKipper认为 这个数量 就是这个server的数量 有一半以上 这个值更新完了 就认为这次写成功了 所以ZuKipper的写呢 比读要慢很多 读是直接把这个数据 就从当前这个本地节点 读出来就完了 写呢 有这么一个由leader去 同步更新的一个过程 所以读到的数据 但是读到的数据呢 有可能会是一个旧的数据 不是最新的数据 就是有可能 这个节点去更新这个x的时候 那这个leader呢 正在更新的过程中 已经更新了一半的时候 他认为更新成功了 然后其他的节点 其他的这个客户端连接到 还没有更新成功的 那些follower上去读的话 那可能就会读出来一个旧的数据 但是最终 他会把ZuKipper会保证 这些各个server上的这些数据 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最终 隔一段时间再去读的话 那肯定从刚才那个follower上 读出来的还是新的数据 说它是保证这个最终一致性的 那ZuKipper呢 典型的应用场景 主要有这些 比如说进行配置文件的管理 然后集群的管理 还有分布式的协调通知 还有管理集群和master这些选举 还有就是这些锁的服务 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好 ZuKipper我们就简单介绍这些 但进行配置文件 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